黄沙漫天狂风乱骨 北京在八分钟之内被强沙尘笼罩 天空瞬间变黄 今天沙尘暴来袭 现在是黄沙漫天 而且在空气当中可以闻到浓浓的泥土味 北京遭遇13年来最强沙尘暴袭击 最大阵风高达9级 空污指数破表达到重度污染 民众戴口罩 太阳眼镜 全副武装备战 出门已经准备好装备了 就等着晚上沙尘暴来 眼镜口罩 眼镜口罩 对对对 所以你闻不到泥土味了吗 闻不到 到处都是辉煌的沙尘在飘荡 这呼吸也很困难 下班建峰时刻 沙尘暴让堵城更堵了 风带们车很堵 在路上打车 因为这边公车太急了 在此同时 新疆也被沙尘染黄 能进度不足十公尺 内蒙更夸张 连路面都消失 被层层黄土覆盖得像沙滩一样 水泥的一个路面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已经是覆盖了厚厚的这一层细沙 现在站在这里 这个风沙打在脸上 就像沙纸磨在脸上一样的疼 一张嘴 沙子就进到嘴里边去了 杨时记者不惜亲自体验沙尘暴 还不小心吃进很多沙子 这两天 大陆北方十一省市区 都难逃遮天蔽日之苦 民众只能无奈地调侃 强烈沙尘暴 真的很黄 很暴力 记者戴律 杨世旭 李别方 北京纵客报道 港元 态下